最近嫂嫂殺死小姑 在以水泥風濕的凶殘命案 警方懷疑 亲哥哥早就知道 妹妹遭到妻子杀害 而其实台湾的水泥風濕案 不仅仅是这一桩 之前有一名科技老板 雷琪失踪 警方锁定的桃园中立 陈姓角头涉案 但就在监听跟尖时 发现越来越诡异 这名角头 他曾经派人到一间铁皮屋 挖地洞 科技公司老板 已经被杀害埋尸了吗 一步步往行追 挖开了水泥地发现 角头虐杀的 竟然是自己的六岁亲生女儿 警方来到凶贤 家的铁皮屋 爬进屋里开挖尸体 花生差不多有三尺 它是叙述是有三尺深 应该是有一公尺 以上的深度 所以它是在铁皮屋的哪一个地方 左边最里面的 左边最哪边 最角落的 找到小女孩尸体 搜出粉红色裤子 和陈小妹生前穿的衣服 年仅六岁的陈小妹妹 被活活凌虐致死 埋死水泥地下起码半年 要不是警方在追查 科技公司老板黄国祥失踪案 锁定桃园中立地区陈姓角头 小女孩惨死的冤情 可能会深埋在地底下 因为我们在侦查的过程之中 发现他们的家人在谈到这个小女孩 吞吞吐吐 对我们觉得这个死亡很可疑 尤其警方在监听跟街的时候 发现几个月前 有人在陈姓角头发展的 江家古厕铁皮屋下挖地洞 怀疑这里就是埋尸体的地方 决定动手开挖 结果埋的不是失踪的黄国祥 而是陈姓角头的亲生女儿 用那个黑色大型的塑胶套 两个这样子上下环套住这样子 包裹住之后 去到那个火葬场 去跟他一个友人 去借一个尸袋 他就将尸体放在这尸袋 那当时挖好这个地洞之后 你知道吗 他将这个尸体 叫其他人找他自己来买 他将尸体放下去之后 铺上女儿生前穿的衣服 再把挖开的土回田 最后加上钢筋10块还有水泥 铺了好几层 警方带她到现场观看 她面无表情 相当冷酷 要施手了是不是 没有 施手是不是 那为什么会买起来 陈姓一词强调说 这个小女儿是因为不吃饭 然后被她一气之下跟她打伤 不小心打伤 结果她头去敲到大理石的桌角 等等的说辞 怎样 大声点 你对不起我女儿 为什么对不起你 因为我思想 她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这华一解剖 它是一个脑干玻璃 那显然是被大人用巴掌 很大力地这样搭下去 我们有射警气势 你有协助气势吗 为什么不报警 原来年过60岁的成心角头 在地方上恶名昭彰 87年假冒国安人员 暴力介入地方工程 内威志平对象逮捕 被移送到绿岛 91年又因为暴力 介入地方选举遭到居庭 她前后娶了四任老婆 算一算有八个孩子 女同母亲是第三任太太 而第四任太太比成心角头 小30岁 幻传是因为欠债才被逼着下架 而成心角头就像古代 强强名女与肉相名的地方恶霸 实在对面这个状态 有啊 我不知道他那么坏的 我也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个恐怖 她被管车解释了 两次 应该是以上 然后你再问我这个 从邻居的口吻中 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恐惧 不过一切明明中自有公道 连承办案件的女检察官 早在前一年女童遭埋尸时 就曾经好几天梦见 和挖出女童尸体 一样的铁皮屋和水泥地 一个部分是属于 检察官个人的体验经验的问题 所以我不方便在这个地方 代替她做说明 但是可以强调的是 检察官跟其他的办案人员 是秉持专业跟证据 法网灰灰 前些角头想尽办法掩饰杀女罪行 终究逃不过法律制裁